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I am 二人姐 何馬仔 我是亂入的Alex 還有一位嘉賓 沒錯,久休復出,終於在內地回歸 你的開場白不應該是這個 為何我是來向一個移民證的食家 咦,新的東西啊 這期變了食家 食評啊 沒錯,因為你在內地你不可以亂發表跟政治相關的東西 你的微博 我要借飲食來散播另一種信息 咦,你的火鍋怎麼搞 我的火鍋正在開 但你昨天好像在吃那些蒸魚 不,最重要是冬瓜湯粒飯 好了,回來 沒錯 今次回來我們有些甚麼要說呢 阿雪凌 不知道啊 我們說爛坦 沒錯 那其實 有沒有搞錯我題目呢 動漫無雙 沒有,其實讓我們說 我們宏觀點說一下這個輕小說 不要這麼大無私樣說這個 愛因爛坦症候群 這個 不用大無大無私樣啊 你拿正牌的 是啊 其實原本應該是上年出的 應該是第四集 但我們現在當是一個 因為轉了新的出版社 我們當是一個 好像現在很多外國的英雄片 reboot 或者reborn 咦,現在一套spiderman 沒多久啊 是啊,所以我們當是一個 愛因斯坦症候群的 一個reborn版 我就用回這個 瑞瑞的故事去說 也是中間的 我和有希 其實改了三次 第一次 主要正常是條 的問題而已 第二次就開始 原本當時想著是 有一個廣播劇的 是找兩位年青偶像 來去分別主演這個 瑞瑞和Jacky的 所以變得有些改動的 是的 那當然後來有少少問題出了 在第三稿呢 我依然堅持 那個男主角 一定要是林瑞倫 是啊 是啊 人家都讀神學了 蛤 神了 人家要玩一夫一妻的 Two United in the One 母體創世紀 補充一點 可能要給一些 沒有看過這個系列的 駝固作品的人 要不要介紹一下 簡單說幾句是什麼 因為人家聽到 阿瑞瑞 阿瑞 阿瑞 未必一定知道你說什麼 其實事遠 又是N那麼多年前 當年我還在這個 汕頭大學 有份任教的那個年代 突然有一天 不是叫你想想你的創作靈感 是那個故事 故事 OK 簡單很簡單 一句就是 一班 Cosplayer的 變態純愛故事 講完 變態純愛 沒問題 幾年前有隻遊戲叫 觸手純愛 XUSE出的 不是 其實我們向你致敬了 有關我事 裏面有隻H遊戲 在地鐵瘋漢 是你那時候和我介紹的 什麼時候 當我籌備故事 你不斷向我 幾多年前 兩年前 不止 是你向我建議那個遊戲 我哪有建議過 當然有 誰帶著火鍋 我幾多年沒有跟你打火鍋 就是上次在紅磡街市那個火鍋那次 那個沒有 不止兩年 三年 OK 剩下這些 所以變了 其實 都說回一點點原因 無論多樂卡 就是這個 當年 還在散途大學任教的時候 突然間收到這個 新城的娛樂台的台長 瑞哥的電話 就叫我幫忙寫一個廣播劇 那廣播劇 那廣播劇是胡幸宜小姐做主角的 是胡廣廣 沒錯 很棒 那情況就是 他叫我寫廣播劇 就給很大自由到我 那時候因為我趕著回大陸教書 就跟他說 喂 是不是我寫什麼都OK 可以的 其實我想問多一句 是不是寫一些很變態的東西都OK 那我不敢問 但是 當我在散途那幾天當中 就想了一些很變態的東西 尤其是 就是由我深圳乘車上去 散途那六個小時當中 想了一個去出那三集小說 簡單叫變態的醞釀 沒錯 那裡面的主角是什麼 其實 因為胡幸宜小姐 那我在想 不如他做和寧波麗有關的東西 為什麼叫做石頭人 因為他的樣子太像蒼井空 哦 我想到蒼井空 我就想到寧波麗 不要問我為什麼 這些 蒼井空在來地很紅 現在是拍廣告的 人家球迷都拿來做幫湯 厲害 所以一開始就想一下 如果他是一個羅莉身材 有一個可愛麵蛋的老師 這些是人家的PSO2 那些哥哥姐姐 設置到那些140多cm高的羅莉的人 沒錯 他和女學生兩個一起去Cosplay 當然 既然他是蒼井空 他就Cosplay這個寧波麗 這個有點回應你第一卷的東西 對 跟老師玩Cosplay的東西 對 沒錯 想知人就買回第一卷 對 接著他的學生 Cosplay名家鄉 又加一段很奇怪的三角關係 還有他爸爸呢 那個所謂爸爸其實就是契爺 不過這些其實都是前提 但是我認真說一句 我對胡行儀小姐的愛 是不足夠推動我去寫十集的 所以變成我中間 我強行加了一個角色 一個很奇怪的 不一樣的少女 就是他曾經是這個學校的校花 長頭髮的 美得扔一聲的 圖書館管理員 還要是文學少女來的 不是湖南還是湖北就可以了 沒有理了 是啦 然後重點是什麼呢 他就發動了一場圖書館戰爭 就是在圖書館當中 就單挑胡行儀 所演的角色叫胡圖 還要說什麼形象呢 他一個暑假回來之後 由這個長髮美少女 變成一個短髮湯北 找中間因就可以了 我多怕你跟我說胡色 所以變成什麼呢 以前就是一班男同學 崇拜的對象 之後變成一班師妹的愛慕對象 一個逆轉 後來就像摩西大人郭鴻海 會出來要出巡 一班師妹跟著他走 那些 不過我想問你 有沒有一個特定想 升演這個角色的名聲 也好 那時候當然是一班新城的DJ 還有那時候 另外那個爸爸的角色 就是王浩信做的 那時候和唱片公司有關係 這是前提來的 其實我講那麼多前是甚麼原因 就是 為何那個謎一樣的少女 那個叫思樂 那個女仔 為何一個暑假 她會這麼大轉變 因為她遇到她的初戀 她的初戀是一件偽娘 就是林瑞倫 你不要這樣說 這個是他一個不下角色的名字 現實中很多人有同人同性的名字 我們按下不表 所以這次我出身的一集當中 我在封底寫了 本故事純屬巧合 如有雷同 實屬不幸 還要多加一句 請勿模仿及對號入座 所以回來 這次終於要解釋一個原因 就是 為何一個好人好者 一個精壯的青年 林瑞倫 為何突然變成偽娘 所以要解釋就源於 他是不是受到上帝的感召 沒錯 差不多 那他的大學會不會讀神學 會不會讀工程 最重要的是 他讀香港語就行 他是讀科技大學 那真的不是 那真的不會一樣 沒錯 重點是什麼 就是1997年的7月 他全家去了東京那面朝聖 不是農曆7月14日出生就行了 不要緊 重點就是 他去了東京朝聖的時候 突然間遇到一個 會講普通話的婆婆 那個婆婆和日本皇室是有關係的 因為男主角林瑞倫那時候 就在皇宮那裡失路 結果就被這個婆婆帶回家 禁室培育了幾天之後 就和婆婆的孫女交換了身份 那麼像那些楊國小紅女 重要罪制是什麼 他好像瑪莉亞狂熱那樣 林瑞倫左眼角下面的美人志 另外 人家的孫女 就在眼角下面又美人志 兩個好像鏡的倒影 結果兩個就交換了身份 而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孫女 她改了個名字 叫Jacky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很崇拜 香港的這個 沒錯 成龍大哥 她就要學功夫 她要做男仔 所以她就變成了她就不要做這個瑞瑞的身份 她就送了給這個男主角林瑞倫 不是啊 如果一個男人放棄 一個男人身份是公公的嗎 不是 她不像公公 她是為他人而活 她沒有自我 她完全不是自己的 但會不會是MPV或錄音機呢 她說別人說的話 你明白了 所以變成她這麼多年為他人而活 這個挺重要的犧牲的愛 你明白了 更多重點是什麼呢 其實她回到香港 都未完全蛻變成一個女性的形象 都是漆漆漆的 就是還是公公 還是一個 表面上是一個正常的男性 暗地裡開始有些妄想 全背山 結果出了一個 對她不知是好還是壞的同學 那個叫做A仔 A仔的角色 其實我最初設定她就是愛因斯坦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這班人 她做的決定很奇怪 她們上網 突然會有個網友叫Ainstan 透過一切的方法跟她溝通 這就是這個故事 集集以來的共通人物 對 這是神秘人物 神秘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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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 因為每本的主題 其實都有一個 大致上都會共通 但是故事有點不同 這是唯一共通的人物 這個人物 有一個智者的存在 其實這個 你說智者又可以 你說魔鬼又可以 她每次一件 第一句就說 咦 今天 有些什麼不開心 她不會叫你齊心 就行了 有些什麼煩惱 然後你問她 我想男扮女裝 為什麼不去吧 這些東西 或者突然有一個女生 說我喜歡了女同學 去吧 不要緊的 愛是沒有這個界限 但她有沒有實質幫助 即是實質幫助 即是實質幫助 那些 她最多就是拿著摺摊 和你放嘴炮 不是的 這個角色很厲害 她是神出鬼沒 拿了你的黑材料 知道你內心的黑色 這個角色 咦 是呀 你明白的 是沙窩 所以變成了 每一集的主角 做出一些 大家覺得她做錯的決定 但問題是 給她幾句說話 令她改變了 但她回到香港 她不是變成香港黑武士 其實她還未正式變成 直至到什麼地方 直至到西環 2003、2004年左右 那個老婆婆 來香港旅行的時候 那些徐蟲 子女就說 不如這樣 那時候已經叫她碎碎 不叫林瑞麟 碎碎不如這樣 我每個月 我給你零用錢 支持著你的生活 你繼續扮演我們 就是婆婆的孫女的角色 二十三萬 即是給她 給零用錢 結果她在零用錢的支持下 她有自己的房間 她可以真是大無私樣 喜歡穿女裝 當然喜歡穿女裝 嘩 一間靚屋 有向海靚景 很近科技大學那邊 當然大家聽得明白 政治符號那些就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這是一個變態的故事 為什麼變態的原因 我用了很多變態心理學 當年我是認識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和佑熙合作 佑熙當然來不了 佑熙很慘 佑熙是讀哲學的 他哲學 那些故事都是人生怎樣痛苦 即死亡於不留 那些 心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那些幾個 但我迫迫她要看變態心理學的書 所以這兩個人都死了 對 所以重點就是 我現在每一個書 因為我做了一個 過去和現代 兩個時空交錯去寫 還要提一件事 這是你應該過往而言 每一張的頭都會有一句 很大字的一個名句 沒錯 這次我是浪漫的 凡是回憶過去的 就用佛洛伊德 現代的就用佛洛伊德 現代的就用佛洛伊德 用佛洛伊德 對 這裏面講 心理學子組 對 這兩個變態的司徒的關係 其實亦都可以呼應到 這個阿瑞瑞和Jacky之間 那個兩生花的關係 那中間其實最變態在哪裏 就是他裏面 其實是可以有一個 阿瑞瑞的角色 其實他可以回復正常 但誰知道最後 就是他的母親 遠無情義,仇恨父親 這個比到最恐怖 就是 他的母親 其實就是 當日帶他去東京朝聖的原因 就是他母親都很喜歡日本文化 所以帶他去東京那邊去旅行 1997年的7月 結果 去到2003、2004年的時候 其實他的母親已經揭發了兒子 有一些鋪印 已經喜歡做偽娘 竟然他是沒有阻止他 還親手幫他換了這個很漂亮的和服 如果馮友妹很喜歡的和服 就是那天 穿著最名貴的關西和服 我忘記了 對 那不是十二單衣 你不用太誇張 西鎮職的牌子 都是很棒的 所以變成 整件事就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 救病我 故事當中 父母的存在感很低 尤其是相對論的時候 父母完全是不理 第二本 對 完全是不理阿斯洛 每次阿斯洛回家 就是問他 為何你吃了一塊米 那些 今次我就開始寫多些 父母介入了這群COSPLAYER的生活當中 但一介入又出事 但怕不怕樓室年輕讀者 其實不要緊的 說真的 我又是說那些年輕人的青春期的煩惱 在變態關係當中 找回自己的真我 你會不會吸引到父母女的讀者 其實 新國民教育 其實說真的 就算只有相對論的時候 我都是希望很多父母和孩子一起去看這個 了解一下自己的子女 因為重點就是 很多父母都不熟悉子女看什麼書 可能極其量 他以為在看動漫畫 他以為是當年多拉A夢的年代 那些動漫畫 他不會知道現在那些 去到超凡入勝 顛覆了所有人類關係 給你新的價值觀 這些 這些IM最熟的 為何關我的事 即是H系那些是你的 這樣也可以 當然 所以終於 這次我們轉了一身公司 可以在今年的7月香港書展出到 其實大家如果有時有Facebook裡面 都看到我開始Post的封面 甚至乎我準備 如果說得及 今年的書展之後 緊接都出了另外一集 那集就正了 那集叫少女A 玉成 重點是玉成 哪個玉 今次就真是玉成遊戲 那個玉成 你明白 我挺怕牛扒那些玉成 不是 林瑞麟的故事完結之後 到一個玉成的故事 那這個玉成 是的 我知道什麼是邊的 我知道 那這個玉成 其實他的角色 其實他是一個 在加拿大 回流回來香港的 即是可以代表 留著藍血的 一些重要人物 不是 藝良 不是 他是女生 沒有加入公民袋 他是一個女生 但他改了一個名字 叫Albert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因為他那時候 他不是男女都可以嗎 這些叫Corse Gender 這個女生也可以叫John 但重點是 他最初 他一家人移民過加拿大的時候 就在一個省份 叫Alberta 我解釋一下 其實當年我幾乎都移民過加拿大的時候 只不過Toronto太冷 我受不了 所以變成 最好住的城市是香港 經濟韓華 是的 很棒的 所以我那時候堅持回香港 我不要留在加拿大 我要讀港大 不是阿羅雅圖 不是啊 他不是香港多交易公園 但可能像是在公屋 是的 沒錯 這一個最初 這一個重點是 Alberta 其實是當年的 維多利亞皇后的其中一個女兒 所以為什麼加拿大那個地方 用了Alberta這個名字 做那個省的名字 這個有少少比喻 他回到香港之後 就改了名字叫Albert 就簡稱他叫A仔 A仔 都選了幾年做 A仔 A for App 是甚麼呢 你可以A for Apple A for abnormal 都可以 不是吧 現在的人叫Astronaut 我年輕人都認識 但問題 吃了聰明奶粉之後 是的 但我的重點就是少女A 少女A 是甚麼來的呢 不是Alligator 當然不是 令到當日 我迷戀這個日本文化 就是因為中心名賽 中心名賽 有一首代表作 就叫做少女A 為甚麼少女A 因為名賽的日文 拼出來就是Akira 所以他用了少女A 變成代表自己的成長過程 但現在呢 有些動畫 笨蛋請不及換手 也有個A叫Akisa 是男人 但被人變成女人 是男人玩的 咦 這麼H 但更重要 大家在Lucky Star 裡面都唱了少女A 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有兩行眼淚 我想哭出來 所以變成重點就是 在這個碎碎的故事之後 我們會再跟著 會緊接推出這個 你說他的導師也好 他的監護人也好 等於好像行政議會召集人 那樣的身份去看著 看著這班人怎樣去變態的角色 看著甚麼 他三個猛將 等於看著他怎樣獄成 是的 獄成 所以第二集又出來 所以變成這個暑假 其實我都很變態 這次真的都出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有個小小呼籲 7月22號 我應該會在書展當中 會召集一班 都是一些舊讀者 大家如果以前都看過 愛因斯蘭症候群的 都覺得希望可以趁機會 終於可以聚咎 7月22號 就會有個活動 在書展裏面 我會遲些在Facebook 那裏就會公佈 即現在活動詳情 就不方便透露了 因為第一點就是 我未知道 幫我去寄上 這一本書的位置 這些 應該都是Hall 1的 是Hall 1的 還有就是說 如果那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如果是 情況的話 都是想越來越多人 但如果它裏面的人流 又太多 太恐怖的話 我不排除 就是我出去 這個Hall 1外面 和大家一起有Gathering 這些 所以那天就會 可能要去到 19、20號才知道 22號的安排 但是暫定就可能 我知道了 在哪個BOOF的位置 就約在BOOF那裡等 這個BOOF應該都足夠位置 但有人問一下 除了愛因斯坦以外 其實 和你有關的書 今年的書籍 應該不止一本 有些新 唉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在香港出版的 要再押後一點 其實我另外 非人還可以嗎 非人 非人 這是我主編而已 那也跟他有關 OK 說起來 新非人協會二 其實就是 很多人都留意的 我們身火相傳的一部分 就是 上年我們12個 香港小說會的年輕作家 就 斗膽地去逐寫 危康會長的一個 舊的作品 叫做非人協會 很多人都很奇怪 為什麼你不逐寫 衛斯里 為什麼你不逐寫 聯振俠那些 要逐寫非人協會 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 牽涉版權問題 因為過去 香港很多的作品 都和出版社 已經是鎖死了的關係 好像港萬的問題一樣 沒錯 所以變成中間 而且版權當中 都很複雜 所以變成這兩個 大的品牌 我們不敢碰 所以我們找一個 最簡單的就是 非人協會 而且非人協會 當年危會長 不知道是喝醉酒 還是發生什麼事 他寫了六個故事之後 就沒有質疑中 但他不負責任說了 其實這個故事 是可以發展下去 但他沒有寫下去 所以變成 既然你不寫 我們12個作者 就用了不同的角度 而去把非人協會 延伸下去 到今年 變成我們做導師 我們指導一班學生 由他們去嘗試 去塑造一個真正的 新非人協會的世界 即是一個年輕一點的角度 是很激的 我做了一兩篇的導師 因為我們分了不同的崗位 每個導師 即是會員 人生教練 那類 教練怎樣寫呢 幫我查一下有沒有錯字 重點是什麼呢 我負責 你這些學生沒有姓梁 在油尖旺打滾嗎 我不知道 先回來 很多錯字 我兩個故事當中 都較為激烈一點 第一個故事 是一個女生 寫了一個水公主的故事 我幫她 原本她叫水公主 我幫她改了姓傑的水公主 為什麼呢 因為她 是不得來的 沒錯 因為她是一個有特異功能 就是她一入夢之後 就可以進入別人的身體 做什麼呢 就代人去說對不起 只是說對不起 沒錯 她說對不起的原因就是 她是淨化了那個人的身體裡面的毒素 當然我跟她討論之後 我們又不想用七中罪 想用了佛家的三毒 貪真癡 即是她可以幫人排毒 抬完毒之後令到她終於肯說對不起 即是這個很重要的功能 一個難於啟齒的對話 沒錯 所以其實她是怎樣被人要追殺 或者要被人 這樣都被人追殺 因為她無緣無故進去鄰近一個P的國家 P字頭的國家 你知道危會長以前喜歡寫些什麼C角 J角 所以她附近一個P角 我挺怕你進了一些什麼 北方的R角去A角說對不起 她就代替了P角的總統 代他們的國民向香港人質事件而去道歉 我還想要提P角是要F音的 怎麼發到 沒錯 這個其實也有點激怡 更恐怖的是我另外有一個指導的故事 裡面有一個女孩子 是妙靈少女來的 她可以幫人改運的 那她幫人改運 怎麼改法 由來轉運 她就是畫一幅畫 她畫一幅畫之後 就會將那個人的名運改變了 嘩 這個有點像英文的那本名著 我想問不是那些沙畫來的嗎 不是 我想過用的 我看到周玉明用了 所以我不敢用 不肯定那本不記得的名字 太歷世的人 Dorvin Gray 這個不重要 還有什麼呢 她過去畫了很多人 都是幫她改了一些商業上的成就 最後一個就是幫一位 她一面狼的外形 就好像一臉狼相 就像有一對鷹眼的人 原本她應該是做不到特首的 幫她改了命運之後 她做了香港的最後一任特首 這些是英雄人物來的 你沒有看那些山海經龍身狗子 什麼魚鱗身 什麼六角 總之這些形容詞 都是神人用的 這些是非人 所以幫了這個非人 就轉了命運 她可以做最後一任特首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2012年 世界末日 其實不是世界末日 香港末日 香港在維廣上空 發生了一場 哈密吉多頓之戰 結果香港是被大量摧毀 有沒有那些什麼 不知道什麼 樂夫粒子 神秘的粒子 這些又要聽神秘之夜 剛剛做完這集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那位一念狼相 有一對鷹眼的特首 最後一任呢 因為香港淪陷了 被深圳吞併 變成了一個大特區 北方鐵企南下 好像宋朝那樣 沒錯 然後香港金融中心 搬了天水圍 挺好啊 是啊 就是因為這個女生 改變了這個 那麼厲害的非人的命運 這些就叫國情教育 正如中國都說 要發展大西班 天水圍就是香港的大西班 沒錯 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 我們呼應魏康會長 當年有一本小說 威斯利系列當中叫追龍 追龍裡面其實都預言了 東方某一個大城市的滅亡過程 所以我們用這個非人協會的機會之下 去呼應這個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 我用回當日會長的一個名詞 叫做第七條惡龍 他裡面說就是 香港 對不起 那個東方的大城市 那個東方的大城市 在滅亡之前有一個現象 就是這個七星聯亡 那七顆星都變成七條惡龍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那班人 全部都是受北邊 上面的這個星的腳影響了他的 七星是北斗當然是北邊的 這就是被上面的那些星去控制了他們的行為 和思想 所以搞亂了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就倒了 很呼應 是龍來的 所以就會狼頭鷹眼 沒錯 所以變成這個故事其實都挺激的 當然還有其他故事 然後這個非人協會會內控 會有Civil War 會有Civil War 有沒有Adventures 有啊 沒錯 笑報給我都有 對 沒錯 所以變成這次我們會做一個部署 就是給了18位 有18組同學 因為中間有一個故事 兩個一起合作 寫了19個同學 去想了一個未來的非人協會的方向 當然它裏面也有呼應我們上次的12個故事 好像天行寫了一個很奇怪的人叫水溝王 他住在這些渠裏面的人 然後另外譚劍 一個我們可以覺得他最能夠師承到這個 危康大師的風格 他有一個叫閃人的角色 閃人 是呀 這麼有趣的名字 他可以到處閃 因為他那個角色其實 他暗示他是佛祖 有暗示他是耶穌 有暗示他是耶穌 很誇張 聖國主來的 沒錯 所以變成這次已經去到第二本 其實已經是將過去藝康會長的六個故事 加上我們那十二個故事 一次的堅守並促 還有一個推陳出身 接著我是期待的 如果明年再出第三集 我真的期待那一場的CIVAL WAR 和ADVANGERS 是的 大套戲沒有那麼快 我們都不知道的 可能籌備經年的 是的 那就書展見啦 你們都會去書展的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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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7月21號 7月21號 危會長都會出現 那天我們會有一個在FIRTA ONE的大型講座 是的 我們先會有大合照的時間 舉例好像一班可愛的學生和危會長一起大合照 接著你會公佈我們香港小說會有一個為期三年的大活動 接著有一個大型的討論會 這個討論會大家要搶票 為甚麼呢 是由文進做主持的 那代表我們香港小說會去發表意見的就是黃楊達 嗯 是的 嗯 很厲害的 都是很激烈的 和他對談的是有 沒有頭髮 和他對談的是有馬Sir 馬榮成 我看過你的嘉賓名單 我記得是 是的 接著也有Sony Entertainment 特航先生的CEO 韓明鑫先生 很恭喜他 他最近也加入了我們香港小說會 還有香港小說會 另一名猛將 他已經變成台灣人的天雄 他混台灣妹 嘩 你這樣說 不是的 人家有真愛 我聽過很多東西 我知道你說什麼 所以變成香港小說會的重頭戲 21號 重頭戲之後 有些輕鬆一點的就是愛因斯坦症候群的聚會 不用一定吃火鍋的 不用怕的 有些人問我 是不是那天吃火鍋的 天氣警告 你還叫人吃火鍋 所以不用怕不用怕 那天不是一定吃火鍋的 大家可以很輕鬆出來喝清水也可以 你不是一定要令人很有保留的 是的 我覺得 那天我個人不是一定要吃火鍋的 但如果你們想吃的話 我不會這個拒絕 那就是火鍋啦 7月22日 不要多數服從少數就可以了 嘩 這麼麻煩 OK 回來了 這樣差不多了 樹齡你整集都好像神隱了 沒錯 是 那我們書展見 OK 書展是今年的7月18號開始 沒錯 18號開始至24號 但19、20號那兩天 我就在廣州萬遊日 所以變成如果大家想先島為快 18號過來 我即場幫大家簽名 然後20號我會回流 第21號不是22號就重頭戲 OK 那大家知道何時去啦 好 約定大家 書展見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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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